嗨!大家好,我是湘琳 最近突然有個機會要去日本自由行 想一想我已經好久沒有去飛華宇的地方自由行了 所以馬上冒起來做功課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的狀況 短短時間內就準備要出發 也不用擔心 跟著今天的影片 我們一起來準備十個去日本自由行之前要做的功課囉 其實我原本是要規劃耍廢跟團去東歐玩 結果駕琴了 團是沒有成型 所以我們的目的地直接從東歐變成日本 十天九夜原本很趕 現在十點九夜變得很寬裕 有很多地方可以做選擇 那自由行呢 最主要就是你要有很彈性的行程 然後要有各種Plan B 你才不會說 怎麼好像玩得很匆忙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說 出國之前有十個細節要先做準備 那也會結合一些我身邊朋友去日本的經驗 還有就是我之前去東京自由行犯的一些蠢事荒唐事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入境了 台灣去日本是免簽 但入境的部分呢 除了紙本申請之外 也可以事前線上申請 我再把申請網址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做準備 不管是紙本還是線上 你要先做好的事情 就是你的出入境資料 還有就是你住宿的地點 我朋友就是之前去日本 然後去住他朋友家 然後網路問他地址 他就被卡在海關那邊超久 因為他不知道你的地址是什麼 你在那邊好像又不能用手機 導致他在那邊停了超久的時間 那這一點呢 就讓身旁的我們緊急在心 絕對不要煩 再來就是網路了 網路除了有網路分享器 漫遊 SIM卡以外 現在還有一個叫eSIM的東西 不過eSIM可能要確認一下 你的手機型號可不可以 那這裡我有一個建議就是 盡量啦不要用分享器 不要說你們這麼多人 但只有一個人有網路 之前我跟eSIM去 那因為那時候我才剛出社會 一切就是以便宜小資為主 那那時候呢 就變成我們兩個人 絕對形影不離 這都還好 最困難的是 如果你們兩個有一個走丟 怎麼辦 因為有一個人等於是沒有網路啊 對不對 所以呢後來啊 我們有一個機會 就是女生去藥妝店 就會去逛一兩個小時走 走不出來 那他就是到處逛 那在這時候 我們就不用擔心 因為藥妝店 他是有wifi的 那他自己有網路嗎 還可以聯繫 所以呢 這是一個小限節 跟大家分享 第三個呢 就是行李啦 如果你是因為機票的原因 可能你搭到的是聯航 特別要注意 上飛機是幾公斤 有沒有額外的托育行李啊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手提行李跟托育行李 有什麼東西可以帶跟不可以帶啦 但除此之外 重量才是我們真是要注意的事情啊 各位 我們是要去日本 日本真的很容易 不小心 就讓你買太多 然後就會超重 我之前呢 雖然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呢 跟奧斯婷那時候去東京 我買太多了 所以後來呢 就是直接升等 要不然我就飛不回來 哇 這件事情一直被念到現在耶 所以各位女孩 或是很容易買東西的人 他一定要注意 我這一次去回呢 有特別注意行李公斤 甚至我回程 拖運還有家 但像我朋友啊 他如果只是去出餐 或者像男生他有東西比較少 我朋友真的有那種 去日本 只有上機10公斤 然後其他東西到當地買 回程的時候再一次拖運30公斤 那這個我就覺得很有 但是臣妾做不到 你知道就是叫我到了當地 再去配衣服買衣服 這口音也太大了 我是去旅行 不是去出差 所以這一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第四個是保險 通常呢都會保旅平線 跟旅行不便險 那我會特別講這個 就是如果說前陣子 你有朋友 碰到從這個日本 回不了台灣的狀況 就是因為碰到機場碎休的部分 不過碎休算是兩天 但是卻影響很多 尤其如果你是連假航空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優先取消你的班機 所以旅行不便險就派上用場了 所以建議單呢 可以的話也可以保險一下啦 第五個交通 交通除了自駕之外 大部分人應該都會採取大眾運輸工具 自駕的部分就要事前先準備好家照 但大眾交通工具就要先準備好 你要去的地方是什麼 怎麼過去比較簡單 在日本呢 不像台灣 我們的話高鐵啊 或是捷運就是一間公司 但是在日本有JR 日本鐵道 地鐵 地下鐵 還有絲鐵 那如果你做完功課 可以發現 你先買一日券 兩日券 或是周遊券 其實會比較便宜 尤其在台灣如果先買 KK Day啊 K Look 其實反而比在當地買 更省時以外 還更便宜 這一點呢 大家就要事前先做功課啊 日本的絲鐵實在是很多 那時間呢 大家也可以掌握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 之前去東京啊 我們發現Google Map的時間非常的準 我今天幾點幾分搭上這一班 他會告訴我幾點幾分會到哪裡 所以這中間要是有三四十分鐘 我們就可以小覓一下啦 再來呢 第六個 信用卡 近年來呢 其實台灣去日韓的比例很多 所以非常多信用卡都會主打這一塊 那今天沒有要跟大家推薦任何卡別 因為網路上已經有超多人分享 在日本的話 JCB這種卡別好像是比較方便的 信用卡的部分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不管是刷機票啊還是住宿 尤其是機票 它會不會有額外幫你保險 是保你 還是有包含你同行的人呢 這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囉 接下來呢 就是去日本 大部分人都會做的事情 購物 購物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事先下載有想要去的店家 看一下他有沒有折迦券 有很多藥妝店 它其實有額外的折迦券 那大家購物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睡前睡後的價格 還有如果你去的觀光景點 很多店如果有TestFree的話 那就是可以扣稅的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 第八個 各式各樣的APP 換算輝率的APP 很多人也都會下載 天氣的APP 櫻花開著重量的APP 那我自己覺得 現在手機的翻譯功能其實蠻好的 以前呢 都是要打出來才能夠翻譯 或是用中文翻譯成日文 然後讓對方可以看 但我現在發現 那種拍照功能 它可以直接翻譯唷 所以如果你的日文很不好 或是其實沒有什麼在用 根本不會啦 你拿著產品 這樣子看 它身邊就會直接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這真的太方便了 我之前去法國旅遊的時候 我也是 欸這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法文要學 就是一個新的系統 直接這樣子看 欸旅行用其實還不錯 第九個 住宿 以前去東京的時候 是住朋友家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只要研究 怎麼從大家到各個景點就好 但這一次呢 我們去關係 其實是要自己找住宿 住宿的重點就是要離地鐵站比較近 那地鐵站如果能夠跟 不管是東京車站 京都車站 大阪車站 這種市中心的大車站 越近但是越好 因為你要去的每一個點 不管你是要去內涼啊 去嵐山啊 都會很方便 可是價格就會比較貴 選擇就沒那麼多 而且像我們要是十天九夜啊 我們的住宿成本就會非常的高 那這一點呢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盡量選在地鐵旁邊 那我們住的地方 如果是稍微熱鬧出來 還有一些 比如說 冰淇霜天可以買東西啊 或者是可以逛 或者是 你逛完的地方 只要搭個一兩站 就可以到你住宿 出站即到家 這種感覺的話 應該是會比較方便 通常在這裡 是不太建議大家 去故意選一個很遠 很便宜的地方 因為在日本 超通費非常的貴 我們是觀光客 我們這樣每天進出 那個錢會非常的貴 那這一點還是要看大家 最後一個就是行程安排啦 大部分的人呢 都會建議你不要排探馬 OKOK 我知道 但是我的排探馬第一根 像我家 Austin 的第一根 像我家 Austin 的第一根 就不太一樣 他之前就覺得呢 我去東京自由行 那個行程 排得也太像行軍了吧 欸 我可是又心良苦欸 我們又要看景點 我要逛街 你要吃東西 還要吃甜點 我全部都密在一起 我覺得我拍得很棒 雖然我也有Plan A B C D E F G之類的 但是 其實我最想走的 就是Plan A跟Plan B啊 對 所以呢這個行程的安排 跟你們兩個人 或者幾個人 自由行的這個步伐 大家要抓準一點 當然很多人說 出去玩不用時刻黏在一起 但是 要看你自己覺得 哪樣的幸福感更高 那我比較喜歡跟他黏在一起 就是 你知道就多一個人嘛 可以 拍照也方便啊 吃東西有人share也方便啊 還有就是 其實我有點就是 太容易迷路了 哎呀 所以就是由Austin 對我來說就比較好 Austin應該也喜歡我跟他一起吧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突然接到任務 跟我一樣 馬上就要去自由行的話 按部做班 其實就可以好好準備啦 雖然要準備的東西很多 但是能夠事先準備 我也覺得很幸福 畢竟我們就是要出去玩嘛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上 今天這樣子的影片囉 喜歡的話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又在內文就快點 買人 我們下支影片